小周跟林韻的組合 要來面對踢館選手囉 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盡人事聽天命 OK 我們來歡迎白瑞騰 歡迎 他比很多賽 都是冠軍銀牌這種的耶 2021全聯料理之王 現下準決賽已經正式展開 大家好 我叫做白瑞騰Johnny 目前是廚藝教學和師廚 我擅長的菜系是中餐 我喜歡有溫度有感情的料理 我覺得我自己就是 不服輸的個性 做志銘就是要堅持這樣 像打不實的小槍 我只能說各位選手 這陣子辛苦了 接下來比賽就由我來幫你們比吧 喔 恭喜白瑞騰 來這邊 30分鐘 計時開始 這邊 來 我們回到 是 一直都很喜歡參加各種比賽是嗎 沒錯 為什麼一開始料理中央的時候 你沒有報名到 我有去海選 我做了鹹豆漿 阿爸是當時他 他做什麼你又有吃的 欸 豆漿 忘記了我 好的才會記住 不好的 大部分都被他忘記了 不好意思 我是一個 很喜歡講實話的 沒事 沒事 那你今天要做什麼呢 辣子辣 你知道我們剛剛有一個 檳城來的選手做這個嗎 我知道 我決定要用這道料理 辣子辣子辣子 辣子辣子辣子 你為什麼會選要做這道菜呢 就是它真的是隨時隨地 那街邊都會有人在賣 所以意思是 踢館在你要選一個 很普通的料理來展示 這一道菜其實看起來簡單 但是可以一直吃完它的一道菜 這道菜也是從我去新加坡旅遊 然後印象很深刻的一道菜 裡面包含了三種不同的元素 南洋風味的炸雞 椰漿飯 生巴醬 做成一個像set的方式來呈現 看他擅長料理是台菜耶 我喜歡挑戰不同的菜式 所以阿發是 不要再戳我痛處了 小白你是對的 因為台菜沒有辣的菜 對 所以你做了台菜來 直接打槍的 沒錯 小周你要做什麼 印度咖哩 比較特別的是它裡面有 印度的芒果 然後曬乾之後再磨成粉做的 所以它會有芒果的香味 然後還有一些奶味在裡面 我後面再用一些煙燻的辣椒粉 跟韓國辣椒粉稍微炒過之後 讓它的香氣有出來 然後再去做咖哩 用辣跟水果去搭配出一個 新的層次感 你是真的用印度的芒果粉嗎 是 OK 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個是不是成熟的芒果 是生的芒果 It's called I'm sure powder 是一種酸的 但是有一種水果香味 所以是很特別的一個香料 也是一種比較豐富的味道 我要做墨西哥雞肉餡餅 我剛剛水的量好像加錯了 我的麵糰非常的黏 所以妳現在這個要重做嗎 對 那這個是Cuesadilla 這是它對我的意義是因為 我一開始去溫哥華的時候 我們家附近就有一個墨西哥餐廳 然後我們全家每個週末都會去吃 它是像一個披薩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圓的 然後大家就可以取得吃 我覺得是一個很溫馨的料理 要是你也要重做餅的話 可能要付一下時間喔 對 好 謝謝 攪拌機裡面的是什麼東西 Samba醬 對 它做的是比較馬來人的 然後我的是 華人的 對 它有分很多不一樣族群做出來的 剛剛看到有洋蔥 蒜頭 辣椒 還有什麼嗎 這個醬的基底 其實是蝦米為主 小魚乾是不是剛給丟進去了 沒錯 然後我看到是咖哩葉嗎 對 炸雞的油 我會先炸過咖哩葉 讓油裡面充滿了咖哩葉的香氣 然後也有放一點點進去醃雞肉 咖哩葉是一種特別的植物 它裡頭的油分是一種比較強的香氣 但是一定是要用油炸過才可以把香氣煮出來 有的時候是燉的時候加進去 或是快要上桌的時候 用油趕快炸一下 然後那個油再倒上去 有點像川菜的那種概念 但是它的味道很特別 你這邊是要做什麼呢 印度烤餅 我打算直接用煎的 就是讓它瞬間的溫度上去 等一下會包一些那個 Gaulic Butter在裡面 就是讓它吃起來會有比較豐富的味道 然後你這邊這個醬汁 已經都東西都加進去了 它就要滾一下 就是那個洋蔥跟 Potato澱粉跑出來的時候 它會比較Think 你現在的麵團是有成功了嗎 我在等它醒 但是比剛剛好一些了 等它醒你要跳繞鐘啊 對啊 希望不要碎過頭 好 我會叫醒它的 它醒不醒跟你這場比賽 有很重大的關係 我也覺得 你剛剛那個麵團其實你就用美食安品 它裡面有一個腳麵團的 你直接放下去 按下去其實就已經好了 你就不會用得 像你現在桌上好像被炸過一樣 不好意思 所以我才說大家要善用器材 所以我才說大家要善用器材 太黏了啦 你是用了辣椒粉進去嗎 對 我加一點韓國辣椒粉 我覺得它顏色會變很漂亮 然後既然今天主題是辣 我想盡量讓大家 嚐到不同的辣椒味 你因為這皮是墨西哥人教你的嗎 不是墨西哥人本身 但是我有認識別人自己做過 然後他們很盡力教我的 穩住 穩住 你還有十二分鐘 好 馬來士的炸雞 它這個雞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醃料就是粉料 醃在一起的 所以就直接炸 這兩季下來我滿欣賞很多選手 因為他們都會嘗試說 現場做自己做面皮的東西 但其實面皮的東西是 真的是一翻兩瞪眼 你時間不夠 或者是你的步驟比例抓得不對 現場就是沒得救了 但他們有餘嘗試 我覺得都是需要鼓勵的 這什麼味道 怎麼那麼香 我每個都很香 你說哪一個 有一個奶味 應該是奶油 他剛剛用奶油去煎那個 讓它的奶香味可以讓面吸收了 好 加油 謝謝 那你現在是在調香蒜裡面對不對 對 用香蒜還有檸檬 還有一點點的餅頭 我是覺得我自己在吃的時候 這個味道最好 來到了45秒 林芸加油 好 Royton OK嗎 OK的 周老闆 老神在在 Indian Pizza Yeah 二十秒 林芸做出了完美的擺盤 漂亮 墨西哥雞肉餡餅 它裡面有加墨西哥辣椒 還有我想加一點台灣的風味 所以我也有加豆森塔 然後加酸酸 多一種清爽的口感 其實我要幫林芸就是加油 因為我覺得她雖然剛剛覺得 有點挫折 好像時間會來不及 但是我覺得她那個餅皮 意外的給我很多驚喜 因為它吃起來是有薄皮的脆度 但是又有厚的那種咬勁 我滿喜歡那個皮底下是脆的 然後也是熟的 起司有一點拉絲的感覺 還有你的醬放一點點 我嘗的是一個很平衡的味道 所以它搭在Pizza上有加分 你不是專業廚師 你經驗不夠 所以做出這種程度 不錯了 不錯了 這道菜是椰漿飯 它炸雞的部分 醃料跟粉 是混合圍在一起的 還有香料 仔細看它的外殼 會有香料的纖維 然後還有森巴醬 正常來說是加羅望子汁 那今天我是用檸檬來代替 瑞騰的這個 我剛剛一上來 我覺得 我是不是出國了 就是覺得一擺上來 好像就是到那種南洋啊 整個氣氛很對 而且它是會讓我吃了之後想說 可以給我大份的嗎 就覺得好少 好想再吃喔 不管是味道 或是米飯的封調方式 甚至雞肉的炸 外面是脆的 裡面是嫩的 還有汁 然後搭配那個醬 它的油脂跟辣度 其實混合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這道菜非常好 我覺得味道上 顏色上 擺盤上 口感上 非常多層次 而你都有考量 它的目的在盤子上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你的展現 是滿完美的 謝謝 這個東西是我從頭到尾吃到空空的 連你的米飯都好吃 只是你米飯給我太少了 不夠 這完美 我喜歡 做咖哩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辣椒它本身就是一個 有香氣的東西 不是只有辣 所以我用了 跟韓國辣椒粉 辣味跟平常在台灣吃到的味道 香氣是不太一樣的 Tendery Chicken 它可能醃漬的時間會有一點短 但是我盡量改刀 想要讓它的香料都有辦法進去 你那餅是現場獲得 還是有花好來這邊擀而已 現場做的 那個皮好吃 好吃 沾醬好吃 沾雞肉好吃 但是咖哩 辣 這裡面感覺不出來 只有水果的甜度 雞肉 你的調味沒有了 你可能會覺得說 醃漬的時間不夠久 但是其實可以用鹽巴來鎖短 讓它的甜度可以產生 它味道也會更進去 香料的話呢 我跟阿巴斯的認同是一樣的 它的辣的元素不見了 我看這個我會覺得很豐富 因為你有洋蔥啊 薄荷這些不同的東西 所以等於是畫自己的一幅畫 唯一的小問題是 雞它的調味料缺了滿多鹽分 而且咖哩上不是那麼濃郁的味道 畫出來的畫有一點不是完整的 畫出來的畫有一點不是完整的 那我們首先先從FRED開始 我選白瑞騰 瑞騰目前獲得第一票 阿巴斯 小白你的菜我喜歡 小白瑞騰再獲得一票 兩票聽牌 請問莎莎姐 我也是瑞騰 瑞騰三票 目前確定晉級 Jason How about you 我也選瑞騰 瑞騰四票 謝謝 天啊 恭喜你直接晉級 謝謝 那我們也謝謝台上兩位優秀的選手 周雪還有凌雲 他真的就是實力就是 對 很棒 所以我當然是 輸得心服口服 滿五味雜陳的 因為 一來我對我自己做的東西 滿有信心的 我一直有在看隔壁 TK玩魔王他做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他的實力 完整度到所有每個細節 他都做到完美了 輸得心服口服